无量法门里面 我们到底选择哪一个法门 我们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也遇不到善知识 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办 我们的遭遇 我们的环境 佛菩萨早就知道了 所以世尊在三千年前 就为我们选定了 佛在大基经里头说过 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说正法 佛已经入灭了 佛灭度 第一个一千年正法 持戒就能成就 相法时期 佛灭度第二个一千年 单单持戒不能成就了 要修定 禅定 成就 所以佛教 是在相法初期 传到中国来的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千年 一千年 佛教 他那中国正是想法时期 所以中国禅宗 非常发达 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完全相应 第三 末法时期 末法有一万年 佛说的是 净成就 净土成就 这是世尊 彻底慈悲 他老人家灭度 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舍佛的人 应当如何选择法 他为我们持了一条路 我们今天 生在末法时期 如果不选择净土 这就是违背了佛的教会 佛教我们 选净土 我们偏偏要去选禅 选其他的 那这个 法不弃机 这个责任是自己负责 佛不负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生在末法时期 遵守佛的教会 选择这个法 这哪里会有错的 是 我都不负责任 我可以说 我会把你带上过去 不负责任 这就是 感谢观看